而这一次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索新治疗片的一个内容 他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梦幻的一个老玩家 他就是我们梦幻西游电脑版的代言人 杨阳 欢迎 哈喽 新丁 又见面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梦幻西游的老朋友 杨阳 那今天特别的开心 能在这里和新丁一起爆料全新的治疗片 那作为玩家呢 我也和各位一样特别的激动 非常欢迎 欢迎 杨阳 听说最近三季出现了一些几个一个神秘的区域 而且听说还有一些未知的生物 要不我组个队 然后你点个水 然后跟我一起去探索一下 好啊 走吧 哇 原来这就是你刚才打开的探索地图啊 看起来很有内容 文体马上接受组队的邀请 一起出发 好 那我们第一站就到白鸟之王 凤凰族的一栖栖之地 梧桐圣 进去看一看 这个场景看起来特别神圣啊 不过我记得咱们游戏里本来就是有凤凰的对吗 这一点就你有所不知了啊 其实凤凤五色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随着实验推移再加上一个文化学书的差异 他们就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拥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技能 最关键啊 而这个梧桐圣境正是我们新赵王兽精益的一个地盘手架的地 天哪 这真的很帅 快点告诉我 他有什么技能 我其实知道你想知道这个是 这个最重要的信息 那他的技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他有一个技能名字 他技能名字就叫 星火相传 也就是说 只要是凤凰族的张狮兽 在替换其他张狮兽出场的时候 那被替换下场的一个张狮兽 他当时的一个气血 就会转化成凤族 这个凤族张狮兽的一个护盾 太厉害了吧 不过除了这只张狮兽 他那么帅啊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那当然我不可能说 把你叫过来只看这个张狮兽了 那这次资料片中 我们不仅会向各位玩家展示 白鸟之王的悠久历史 还会以张狮兽作为媒介 展示这个种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凤凰之鹰 他就住在了昆仑山的之巅 然后他的一个声是一个具有一个非常强大一个力量 而来自于这个迷虎族的一个小凤凰幻机 年龄他看起来虽然很小 但是确实可以操纵幻境 那你可以从我的一个描述中就可以想象出他的一些具有的一些特殊的想象能力 对对对听起来的确很酷 不过这又是凤族又是通用的技能 难道这是一个族群吗 我觉得果然是非常聪明 没错你猜对了 真的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针对这个张狮兽啊 我们是推出了全新的一个种族的族群的一个概念 其实跟你说的是差不多的 而凤族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 对哦 然后上面所提到的一个星火相传这个技能 是凤族的一个张狮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特殊技能 精英 直音 幻机都可以携带这个技能 我们的第一轮探索就信息量爆炸了已经 我在地图上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物种吧 肯定的 那肯定肯定有 肯定有 但是我们先开始看第二张地图 好 好 来 既然咱们已经探索过了凤族的灵地了 那我想下一站应该就能看到张万寿交龙的族群了吧 看来有凤就有龙 你一拆就拆对了 不愧是梦幻的玩家 好 让我们踏入这个幽冥地府之下 来到我们上古龙神的一个沉睡之地 龙民深渊 哎 等等等等等等 焦龙难道不是生活在北巨卢洲的这个龙窟里吗 但是也算没错 北巨卢洲有龙窟是吧 我们平时在北巨卢洲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焦龙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正所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在这个梦幻三界里面 这上古时代的时候 龙神这主编当成了不同的后代 龙生九子嘛 对吧 然后这些龙族掌握着不同属性的力量 然后在三界各地 现在 他们将纷纷重现三界 各位少小见面 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正是我们龙族的idol 新的idol 新的杖兽雷龙 这个造型太酷炫了 你看啊 还有不断闪耀的这个电光 哇真的太帅了 难道他就是那条沉睡的龙神 是吗 这个我要买个关子 这只是其中一个章兽 还不是我们沉睡的龙神 哦不是 对 哇不是都已经那么帅了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究竟他们这个雷龙 跟这个龙神之间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联系 那我觉得就要等各位少侠到 梦幻师里面探索 就等我们知道片的一个上线 听起来好像还有很多的故事 龙族的其他角色呢 哎呀 这话大大 你就别藏了 快说一下吧 当然我不会藏 这次我不会藏 除了这个雷龙 大家所看到的 还有龙里 还有那个囚龙 这些都是龙族的章兽 都可以携带龙族的一个 通用的一个 专用的一个技能 它叫风起龙游 听起来又特别潇洒 自在的感觉 是非常潇洒 也很自在 因为它特别快 因为这个技能的章兽 肯定特别快 为什么 你看我介绍一下 这个章兽的技能 这个技能的效果 它只要攻击 第一自身速度的 第一自身速度 哪个目标的时候 它伤害就会提升 你如果说 你有这个招兽 你会不会给这个招兽 加点 加更高的速度 这个技能的确 很符合龙族的形象 很想拥有一个 全服第一的 全红 全红的雷龙 我差点就说 我安排一下 但是我更想等你 亲手 喝出那个 10号技能 一个床号的雷龙 配置 然后你来直播打出 我过来刷礼物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那我们下一站去哪呢 我们就看一看 继续 这什么情况 这是童子吗 还断了一只脚 这个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一个避舍童子 但是这个童子比较特殊 他是我梦画手之魔化章兽 魔化避舍童子 他出生鬼神 但是因为顽劣不堪 而且也不服管教 然后被放逐到了一个恶鬼道 然后几方经理 最终入魔 并且扬言 此刻有一天 他灭尽天下伟善的一个诸佛 而他技能 也很特殊 他技能是佛 而他技能 也很特殊 他技能是无色伯爵 你看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童子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获得他呢 这个 这个获得方式估计你会喜欢 只要将避舍童子和那个魔族章兽 魔族章兽进行练腰 就一定几率获得 这里信息很大 具体哪些章兽是魔族章兽 那后面可以慢慢足以揭晓的 上次打全宫童子没了力批 要不送我这只魔族童子作为补偿吧 要不你送我一只魔族童子作为补偿行不行 要多少技能 15技能 我很贪的 后面尽力给你安排上 那个15技能有点难 少一点好不好 没得商量 我给你记住 不过啊 我到时候肯定会有个礼物给你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继续跟我继续探索下去 这肯定没问题啊 那我们的下一站呢 我们去哪儿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接下来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前面 是不是有一只巨蛙和海猫虫路过了 是吗 你没看错 你没看错 真的是一个巨蛙和海猫虫 只是不太一样 跟我们游戏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巨蛙和海猫虫不一样 是这样的 我们为了丰富这个梦 整个梦幻这个世界 我们在继东海湾三霸 东海湾三霸 你应该知道 巨蛙海猫虫大海龟 在这个三霸之后 我们再次推出了动物类的双双兽 然后根据它们举例的一个不同 然后这些可爱的双双兽 确实很可爱 然后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形态 这是我们以前零级时候的陪伴的 对我们第一次出生的地方 看到了这种特别可爱 而且我们练艺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那个大海龟的微笑 它就在这里 好了 大家所看到了 现在所看到了 是生活在一个青秋的一个望月娃 还有那个月光虫 它在青秋 青秋那边生活的 然后在大潭国境 北巨如洲 还有甚至天宫 也都生活着不同类型的梨 青花 这些别有意思的藏兽 那接下来 后面等这篇上线的时候 大家可以尽情去探索 那它们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吗 肯定有啊 我不可能直接 简单地放一个新造型出来 快介绍一下 在这里我先介绍两个新技能 特殊技能 特殊的 真的是特殊的 然后它叫浊壮和欣欣向勇 这名字比较不太像 不太像主流的一个张罗兽的名字 我可以介绍一下 它分别是可以提升百分之二十五 或者百分之四十的最大生命值 但是它却没有 如果说有这个技能的时候 它就没办法触发了一个神旧附身和鬼魂术的 也就是说 女与熊掌不可见得 而且在五行为目的时候才会奇效 很特别 它有很多的一个条件 但是你要想想 为了这百分之四十的一个汽水提升 有些条件我会忍 对不对 那杨阳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个张罗兽还有一种特殊的成长方式 这个张罗兽很特别 不然我不可能简单出这个张罗兽 特殊的成长方式 练腰吗 你看到你很喜欢练腰 我练腰有时候就是大海龟 不 我觉得手很红 你肯定很红 今天跟我一起 发布完这个资料片之后 你手肯定很红 回去练几组 然后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确实这个张罗兽的成长的一个方式 却比较特殊 但他们真的是可以通过练腰来去改变 自身的生命的形态 但这种练腰是比较特殊的 到时候我们要在游戏里面就发掘一下 然后 但 他改变形态之后 除了完成自身能力和技能的进化之外 不过最练腰伤心的时候 他还是跟普通练腰差不多 还是有一定几率失败的 但我相信你守候 我一定可以成功是吗 对 相信我这句话 然后在理想的情况下 这个望月蛙和雪蛙 在炼腰的时候 可以更高概率地生成一个雪月蛙 而这个月光虫和那个金屋虫组合 这个虫子的名字有点猛 可以获得一个月光金屋虫 就混血了 有点意思 不过概率这个东西啊 让我有些兴奋 毕竟技能不满打树不停是吧 这个必须的 对 现在就是很迫不及待想去试试手气了 那不过我们 发布完之后我们去来一组 对了 我还想问一个 就是会有特殊的阳系召唤兽吗 我觉得可以安排 真可以安排 好不好 我给弄一组阳系召唤兽 阳系召唤兽兽 对 阳系 真的吗 阳妹妹 阳蛮 我都记住了 真的 我就回去给你安排上 那 现在 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停下来 我们继续去探索下一个地方 你看 地图上出现了一个大的漩涡 我们就去这吧 一下 我们《лом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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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発INE》 3 3 3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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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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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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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6 6 7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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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9 我们来先看一看 先看一下真实的战斗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技能没见过 是这个神秘力量的体现吗 我来拍个罐子 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东海渊的三个技能 比较特殊 虫之势 蛙之影 和龟之象 跟海猫虫之蛙 大海龟 这个有点联系 所以说这三兄弟 各自代表了一种新的力量 对 没错 从蛙龟分表 分别代表着群体法术 单体法术 还有法术强 然后这三个维度的能力 会伴随着境界的不断的深入 这种力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个技能就会越来越强 以这个蛙之影为例 举个例子 在这种最高境界下 可以对同一个目标 赞成十二次 十二次 十二次 十二次的法术伤害 是拥有非常强大一个爆发率 哇 天啊 有没有兴趣这个技能 我就听得就感觉 这是一个输出 很爆炸的一个门牌是吗 对 我建议你去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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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厉害的 一张新的地图 还有一组从未见过的技能 我觉得应该是 有新的门牌了 嗯 在这里 其实我先卖个关子 因为很快资料片要上 这我更希望大家 在游戏里面去探索一下 但是 其实你猜对了大部分 你太神秘了 不知道新的资料片 能不能在我的服务器新测试呢 这个没问题 只要你不怕 你的服务器被你的粉丝挤爆了 我就可以选你的服务器 都来都来都来 这样吧 我都选几组服务器 不然真的是 把你那台服务器直接指爆了 要抱紧几台服务器好不好 嗯 好了 最后想要告诉所有的亲爱的玩家们 2021年1月19号 新资料片将与大家正式见面 而一切的谜团自然都会揭开 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那各位玩家呢 可千万地要记住 2021年1月19日 大家快来一起体验 新资料片吧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请稍作休息 谢谢我们的心灵和颜阳 我们下期见